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一个充满了反转的故事 它的起因就源于一档充满争议 而又风靡一时的综艺节目 在故事开始之前先问你一个问题呀 如果让你带上自己的爱人和家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 诚实地回答21个隐藏在你内心最深处 最暗黑的秘密 而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 就能得到50万美元 那么这样的节目你敢不敢去参加呢 如果你觉得你就没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那么恭喜你 你大概率不会被节目组选中 如果你觉得这档节目简直就是散财童子 那么你就跟参加了这档节目的参赛者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这些参赛者们无一例外的都是自信满满的上台 最后都被问到张口结舌 走投无路 没有一位能够全身而退 而真正完成了21个问题的 就只有硕果仅存的一位而已 而其他的参赛者们 不仅没有完成的21个问题 而且最后还让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人 爱人都为此付出了不同程度的惨痛代价 甚至还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这档节目一度被评为是史上最邪恶综艺 这是一档游戏类综艺节目叫真相时刻 也被译为无谎言时刻等等 它最早是哥伦比亚的一档节目 后来在2008年被美国福克斯电视网购买 上映以后那是爆火 第一集的观众人数就超过了2800万 成为2008年首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它一度曾经风靡23个国家 在西班牙、巴西、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 等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衍生局 这个节目的流程是这样的 每一集有一位参赛者 他首先要通过制作单位准备的50到80道问题 在他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有生理回馈检测仪严格把关 但是参赛者们可完全不知道 检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在参赛者上台之前呢 制作单位就会从这些问题中 选出最精彩的21道问题 那么参赛者必须回答是或者不是 没有第三种答案 这21道问题会分为6个阶段问出来 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奖金 比如在第一个阶段 参赛者只要是连续诚实地回答出6道问题 就能得到1万美元 第二个阶段只要诚实回答出5道问题 就能得到25000美元 以此类推啊 到最后一关 参赛者只要如实回答一道问题 就可以拿走5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 这乍听之下感觉这问题并不多啊 可是这问题的内容却是一层比一层还要辛辣 敏感 到最后 以至于让参赛者和他的亲友们都几乎无法接受 而参赛者可以在题目问出之前选择停止答题 那么他就能拿到目前所积累的奖金 如果选择了继续游戏 那么如果参赛者说谎了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如果测谎仪说这名参赛者撒谎了 那么奖金就会归零 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 参赛者们都必须签署一份协议 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测谎仪所得出的结论 而在节目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亲友团 那亲友团真是最大化的体现到了什么叫做有难同当啊 而他们也可能随时成为最无辜的受害者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而在节目过程当中 最大的看点能给参赛者带来最大压力的也就是亲友团的反应 而这些在参赛前也是完全估计不到的 这史无前例的搞笑又奇怪的节目在短时间之内就收获了大量的痴迷观众 因为节目针对每一个人的问题都是量身定做的 那背后都是有心理学导师级别的幕后人员 在先详细了解了选手的底细之后再出题的 可以说啊 出的题目一定有挑战人心理底线的尖锐问题 一定会把参赛者心底最黑暗的地方给赛出来 当然这节目的精髓不是在于问题 而是在于选谁参赛 被选中的参赛者那一定都是具有极大看点的选手啊 而参赛者的回答极有可能危害到家庭爱情职业等等 并由此引发后续更严重后果的风险 但是参赛者为了不前功尽弃 或者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奖金 那几乎都是豁出去了呀 而一旦伤疤被揭开就很难再愈合 在这档节目当中 只有一位选手全部回答了21道问题 并且最后赢得了全额奖金 可这期节目却从来没有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播出过 他就是美国版真相时刻的第二季第九集参赛者 梅兰尼 这位选手是犹他州的一个秘密的伊夫多妻制组织的成员 所以在节目中大多数的问题就是围绕着伊夫多妻制的秘密 和在这个神秘组织中发生的事情来展开的 这个组织的全称叫做基本教义派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他是摩门教基本教义派最大的一个分支教派 他也是曾经在美国最大的奉行伊夫多妻制的团体 他创始于1930年代 这个宗教的成员都相信 伊夫多妻制是他们宗教的一部分 并且是合理的 因为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就有不止一位妻子 而且他被认为是神的伟人 话说参赛者梅兰尼是在一个非常严格封闭 而又隐秘的伊夫多妻制的社区中长大的 尽管他在事后形容真相时刻是一档可怕的节目 可是在参加之前 他可是被这档节目所深深吸引的 他征求到了他父亲的同意后 就走上了这个节目的舞台 而他的父亲就坐在亲友团的席位上 因为他父亲过去也曾经接受过电视台的采访 内容也是涉及到伊夫多妻制的 所以他并不回避这些问题 可是他并没有料到让女儿回答关于他自己的隐私 那场面该是有多么样的尴尬和难堪 所以主持人问出的最后一个重磅问题就是 因为梅兰尼知道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在嫁给他父亲时只有17岁 由此在好一番纠结痛苦之下 蔡网仪判定他的回答属实 他赢得了最高奖金 好在节目主在最后的时间里 给了梅兰尼解释的机会 不然呢 这位老父亲恐怕是要晚节不保啊 梅兰尼是唯一拿下全额奖金的选手 可是还有达了半天题 最后一分钱也没有拿走的 比如这位选手 他先是在800万观众面前承认 给他丈夫戴了绿帽 而后又透露了他为了名利而四处游荡 最后以想嫁给另一个男人终了 最终他是一分钱都没有拿走啊 倒是成为了史上最具争议选手 他就是在第五集的26岁的劳伦 他们的主题是婚外情 因为劳伦欺骗了他刚结婚两年的男友 和他的前男友旧情难了 当时啊 比他小两岁的警察丈夫 就坐在亲友团席位上 可不幸的是啊 他的前男友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 突然意外的 或者说是在特意安排下的 就出现在了节目现场 并问他 劳伦也经历了好一番纠结痛苦 最后说 策网仪的结果显示 他说的是实话 因此他获得了10万美元的奖励 他本来是可以停下来 带着10万美元离开的 但是他想赢更多的钱 那么在下一轮的拷问中 当问到他 因此他失去了所有的钱 劳伦在事后说啊 在几个月前 一位选角经纪人打电话给他 请他参加这档节目 他欣然接受 当时啊 夫妻二人还在计划着 要分享这笔即将到手的奖金呢 而节目制片人事先就知道 劳伦想要离婚 他事后告诉华盛顿邮报 说也许劳伦当时的想法是 如果他能赢得十几二十万美元的话 那他在离婚以后 就可以顺利的开始新生活了 可是当记者问劳伦说 你参加节目 是不是为了摆脱婚姻呢 劳伦却回答说 绝对不是 所以这前因加上后果的公开 就使得这夫妻二人 一跃成为了当时全国关注的焦点 所以这档节目一上映 就充满了争议 因为他触及到了人性最丑陋阴暗的本能 也正是这种节目定位 才吸引了大量观众 而他和其他类似节目 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他极有可能会在未来产生后果 当时参赛者可能会带着奖金回家 可是在他们的未来 他本人包括他们的亲人 可能一生都会伴随着指责 不信任甚至怨恨 而他可能产生的最严重后果 就在秘鲁一幕接着一幕的上演了 话说南美洲小国秘鲁 也购买了这个节目的版权 在2012年7月 来自秘鲁立马郊区的19岁女孩露斯 就参加了秘鲁版的真相时刻 她在节目中是一夜成名 然后她就突然消失了 在秘鲁版的节目中 主持人是贝托 这个人物在事情的发展中 是非常重要啊 所以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她 话说贝托曾在民意调查中 被评为是秘鲁最有权势的 电视记者和作家 她40多岁 长期以来 她一直都是秘鲁最成功 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她因为深入报道 街头儿童 妓女等等城市中的阴暗面而闻名 她敏锐 好奇 风趣 拥有数百万粉丝 秘鲁著名的电视评论家费尔南多 就曾经评论被托 是现场的怪物 19岁的女孩露斯 她也是秘鲁版真相时刻的 第一位参赛者 她是个普通的女孩 家境也很普通 甚至可算得上是贫困 她和她的兄弟姐妹 出生在距离立马 数百英里的万卡维利卡省 后来她们举家搬到了 位于首都郊区的瓦奇帕 当露斯一家搬来时 这个社区正处在从农业 向城市的转变当中 所以这里有两种生活方式并存 年轻人追求时髦 倾向于城市生活 年长的人还保持着农业的生活方式 这里就是露斯长大生活的 属于工人阶级的住宅区 这个地方给人感觉 好像是还没有准备好 成为人们的生活场所一样 就像年轻的露斯一样 她并没有准备好 就去参加了一个 如此险恶的综艺节目 主持人贝托一开始对露斯的印象并不好 她事后对露斯第一印象的描述是 一般漂亮但没什么特别 然而当节目开始后 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露斯精神焕发 充满了年轻奋斗者的自信 她在灯光下表现出轻松 甚至很有趣 露斯的姐姐伊娃后来说 她喜欢上电视 其实露斯是渴望出名的 她曾经还参加过肥皂剧 和其他游戏类节目的试镜 所以说露斯是一个敢想敢做的女孩 而且她还有更实际的目标 她梦想着开一家沙龙当老板 而且她已经为此存了 差不多七千美元的钱 而这一次演出的奖金 无疑让她离这个梦想又近了一步 当然前提是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说有得必有失 露斯尽管年轻 可是她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可是她并不知道 要付出代价的可绝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而已 那么根据节目规则 每位参赛者都必须带着自己的亲友团 露斯带来了她的父母 她的父亲从一开始就很担心 她告诉主持人说 我担心我可能会了解到我女儿的隐私 不得不说啊 还是父亲比较理性 而露斯的母亲就很乐观了 因为在参加节目之前啊 露斯就告诉过母亲 说主持人会问她 她们一家人刚到立马时的一些情况 关于她们一家人出到首都的那几年 是如何在市场上靠着卖水果维持生计的 包括因为她们只讲秘鲁土著语 而因此在学校受到欺负之类的事情 而这些对于露斯一家来说 可算是相当骄傲的回忆啊 她们在困境中努力生活 家里的两个女儿也在当地的大学读书 这一家可以说是立马数十万移民的典型励志模范呢 她们虽然平凡 但是值得钦佩 所以露斯的母亲是很高兴来参加节目的 她告诉主持人说 我来自万卡维利卡 并为此感到自豪 很显然呢 从一开始 露斯的母亲就对这档节目有着严重的误解啊 而露斯的第三位客人就是她的男朋友 一个显得有点胆怯的年轻人 她叫布莱恩 她靠着开这种由摩托车改装的计程车谋生 她的日子并不富于那是肯定的 她和露斯是邻居 从小一起长大 也算是青梅竹马 可露斯的母亲并不怎么喜欢她 她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讨厌那个孩子 在节目中 布莱恩显得很紧张 她的右腿时不时的焦急的抖动 主持人就问她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她说 她可能欺骗了我 现场每个人都笑了 包括露斯 主持人说 我们不要忘记 这只是一场游戏而已 当然 对她来说 这仅是一场游戏 对台上其他的这四个人 可算得上是一场劫难呢 节目现场第一阶段的问题是相当轻松啊 比如 主持人问了 你是否瞒着父母逃过课呀 你是否认为女人漂亮 就可以在社会上获得成就呢 这虽然暴露了自己贪财的人性瑕疵 但是也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所以她轻轻松松的 就获得了1000索尔的奖励 1000索尔大约等于300美金左右 因为不同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所以同样的节目到了不同的国家 她的奖金数额是不一样的 话说第一关通过 露斯也是喜笑颜开呀 殊不知这样的设置也是精心安排的 第一阶段都是相对轻松的话题 因为这样既可以降低参赛者的戒心 又能活跃现场气氛 这是节目前就必要的暖场而已 而接下来的才是正经问题 而第二阶段的问题主要针对的就是她的父母了 当主持人问到你是否满意你的父母时 露斯犹豫了好久 终于说到不满意 台下的父母已经如坐针章 父亲一脸尴尬 接下来又问你是否因为家庭的贫困而感到羞耻 露斯再也没有办法保持轻松的心态了 艰难的回答 是 母亲痛苦的抱着头 她早先预想的什么奋斗励志的问题是一道也没有啊 她的父亲最后只能以一脸木然来应对 不过接下来的问题 露斯的回答终于让她的父母松了一口气 主持人问 你父母重病 需要你拿出所有积蓄治疗 你愿意吗 露斯当即就给出答案 愿意 而测谎一页显示 她说的是真话 普通家庭的孩子会因为自己家境一般而产生不满情绪 这也不奇怪 但是她愿意花光积蓄给父母看病 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女儿了 第二轮问题结束 露斯获得了5000索尔的奖金 如果露斯这个时候选择结束游戏 那么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但是她不可能满足于这一点钱 而事实上也没有哪个参赛者走到这个阶段就止步的 所以主持人开始很好心的提醒她说 接下来的问题可能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哟 如果拒绝回答就会失去所有奖金的哟 结果露斯当然选择继续挑战 那么当时担任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是大卫 他老早就已经对露斯包括他们一家人都做过详细的调查采访了 他对他们的故事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 在录制节目当天他就说过 他说我知道这对于他们来说将是一个惊喜 但也是一个耻辱的时刻 因为这种节目每一期都是有一个主题的 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梅兰妮 她那期的主题就是一夫多妻的话题 劳伦这期是关于婚姻关于婚爱情的话题 那么露斯这场节目的主题就是欺骗 关于她是怎么欺骗自己的父母 怎么欺骗自己男友的 所以这一轮的问题就轮到了她男友的头上 主持人问你是否曾对你的男友不忠 问题问出来的那一瞬间 她的男友立刻就尴尬了 这正是她最不想听到的问题 最终露斯给出了答案 秘鲁相比于欧美国家还是比较保守的 戴绿帽这件事无疑会让布莱恩颜面尽失 但是她却没有办法做任何抵抗 她从来没有说过超过两句话 有一次她承认她爱露斯 并且说我不想听到更多了 可是游戏还要继续 接下来的问题是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男友配不上你 露斯回答 是的 主持人继续追问 当你遇见一个更好的人 你会离开你的男友吗 露斯没有丝毫顾忌地回答 是的 原来布莱恩对于她也仅是个备胎而已 到了这里听得出来 露斯已经豁出去了 她的眼里已经完全没有布莱恩了 想见得到啊 演出结束以后两个人很有可能就会分道扬镳 这时候她的亲友团已经崩溃了 露斯的母亲几乎恳求女儿停下来 可是露斯已经连闯三关 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她打算一条路走到黑 而第四阶段的问题 就彻底揭开了露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听到这个问题 露斯终于脸色大变 她很知道节目主 早已经仔细调查过自己的所有信息了 但是一旦这阶段的问题不回答 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她只能勉为其难地回答 不会 主持人问道 你其实一直在夜总会上班对吧 这个问题一提出 其实就已经有答案了 现场观众是一片哗然 而这也正是节目主要的效果 露斯的父母更是完全出乎意料 是羞愧难当 因为之前露斯一直骗家里 说自己在公司当界线员 中午睽睽之下 谎言被拆穿 这让她如坐针针 接下来就是第十八道寿命题 主持人正惊微作 这个问题把她和她家人的体面彻底炸碎 露斯的母亲已经弯下腰 仿佛突然被子弹打中了一样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就两次 露斯解释 她说我们需要钱 我们的处境很糟 从那以后 这种事就再没有发生过 也不会再发生了 最后露斯赢得了一万五千索尔 约合五千三百美元 这笔钱几乎相当于利马仁当时十个月的工资 被托问她是否愿意继续 在回答之前 露斯表示她对这一切都感到抱歉 她说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家人 布莱恩请原谅我让你经历这一切 然后她宣布不再继续挑战了 观众为她的决定欢呼 可是她只差最后三道题而已 而她不敢继续了 显然接下来的三道题将更加致命 当露斯跪在脸色铁青的母亲面前请求原谅时 主持人对着镜头说 真相总是有启发性的 虽然会痛 但不会造成伤害 布莱恩脸上的表情茫然而麻木 她像是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露斯最后拥抱了布莱恩 但是她表现得非常抗拒 这期节目的效果无疑是引人入胜的 这位年轻鲁莽的女人 刚刚和整个国家分享了她的秘密 在当时 真人秀在秘鲁的电视节目中是比较新颖的 那么引进像真相时刻这样的国际中益 她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露斯这期节目是6月录制的 一个月后 也就是2012年7月12号 星期六在电视上播出 节目播出以后就一炮而红 她立刻就把秘鲁著名电视偶像吉塞拉 从第一名的位置给赶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18周内 真相时刻的收视率 有15周都保持在第一名 制片人已经在开香槟庆祝了 她说 我们打败了吉塞拉 收视率才是最重要的 而露斯成为了被托这档 全新热门节目的代言人 她的这张微笑着拿着一张超大支票的照片 登上了首都各地报纸的封面 那么这一场关于露斯的中益就成功落幕了 而接下来一场接着一场匪夷所思 而又充满反转的剧情才刚刚开始 节目播出后 露斯的秘密突然的 也很自然的成为了全国性话题 露斯成功了 她一夜爆红 几乎每个人都在节目中看过她 和她的亲友团 可是露斯的亲友团 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露斯的父母开始不断接到 亲戚和朋友打来的电话 他们告诉这一家人 他们感觉到多么羞耻 而至于周围的邻居那就更不用说了 露斯的父亲说啊 我们居住的这个社区就是一个八卦地狱 露斯当然也付出了代价 她姐姐一娃说 她躲在家里甚至都不敢出门 露斯跟她的母亲说 她曾经想过自杀 显然呢 这一家人的某些东西已经支离破碎了 露斯的父母非常困惑 他们问女儿 为什么要参加这种节目 而露斯的回答简单而且轻率 她说为了钱 而对于布莱恩来说 情况就更加糟糕了 她在数百万人面前被揭露了戴着绿帽子的事实 这在秘鲁的男子气概文化中是不可原谅的 有一天布莱恩居然被一车高中生集体嘲笑 最后她不得不逃到附近的一家商店里躲起来 在节目播出后 她也多次去过电视台 要求电视台对她的公开羞辱进行某种补偿 当时陪着她去的是她正在学习法律的叔叔雷迪 几周后的一天下午 有电视台记者在布莱恩家的门前追问她 参加节目的感觉如何 布莱恩回答说 羞耻 这是我在这个节目中学到的所有东西 可记者却说 如果你爱某人 你就可以原谅她 后来在其他的采访中 布莱恩开始爆出惊人内幕 他说 这一切其实都是安排好了的 他其实和路斯在录制节目前几个月就已经分手了 他充其量算是他的前男友 路斯为了上这档节目 跑来请他帮忙 假装成是他现任男友 并且还跟他承诺说 如果我赢了 我会跟你分享这笔奖金 最后布莱恩同意了 但是他并不完全知道节目的内容是什么 他更加料不到会让自己陷入如此境地 更可恨的是 几个星期过去了 他从没有从路斯那里得到过一分钱 他感觉到自己被路斯设计了 欺骗了 然后他开始更进一步的爆料 他说 这部中一节目的制片人其实一直都知道他跟路斯早就分手了 这整场节目就是一个骗局 可是路斯的姐姐伊瓦却有不同的说法 他说在演出结束以后啊 布莱恩就开始跟路斯要钱 先是五百索尔 然后是一千 接着又是两千 有一天有人闯进了路斯的家里 偷走了路斯的笔记本电脑 家人们一致认定是布莱恩干的 但是布莱恩否认 最后他们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 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在真相时刻首播八周以后 也就是2012年9月11号 路斯失踪了 有人在路斯失踪前一天晚上 在学校见过他 当时路斯说他接到了布莱恩打来的电话 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 路斯的家人直接前往布莱恩家 他们哭着跪着 求布莱恩把路斯还给他们 但布莱恩仅是说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跟他说话了 然后就转身走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像路斯家这样的人 也是没有太多选择的 路斯的父亲说 对于穷人 警察可能会反应迟钝 甚至疏忽大意 所以他虽然报了警 但是并没有报太大的希望 然后他就去了播出真相时刻的电视台 拉丁品律 去寻求帮助 因为路斯的父亲说 在这座城市 获得帮助的唯一途径 就是透过媒体 拉丁品律的办公室 坐落在一个名叫 耶稣玛利的住宅区里 在任何一天 任何特定的时间 都会有成群的年轻粉丝 等在外面 希望能够一睹他们偶像的风采 或者是幸运的被选中 成为他们节目中的观众 还有另外的一群人 就是来到电视台 寻求各种帮助的 他们有的是需要工作 有的被人骗了 有的人有一个生病的孩子 还有的就像是路斯父亲这样的 家里有人失踪了 路斯的父亲还算是幸运 早间新闻节目承诺 说第二天就会播出 可是第二天早上 早间新闻就告诉他们 寻找路斯的新闻被取消了 转眼三天过去了 路斯仍然没有中营 警方也没有做太多的调查 路斯的父母每天早上 都会跑到立马的所有电视台 寻求帮助 但依然没有结果 说到这里你一定觉得非常奇怪 路斯都这么出名了 怎么会没有电视台 愿意报道他失踪的消息呢 因为是路斯的父母 在去电视台寻求帮助的时候 他们忽略了最有价值的信息 他们从来都没有提起过 这个失踪的路斯 就是前不久参加了 真相时刻的那个路斯 他们仅是说 我们的女儿还没有回家 我们是穷人 我们需要帮助 那么最后终于在第三天 路斯的父母终于说出了 我失踪的女儿 就是刚刚参加了真相时刻的那个路斯 然后奇迹就突然发生了 就在当天 国家电视台就立刻报道了 路斯失踪的消息 但是有一个问题 新闻主持人在介绍路斯的时候 并没有把她称为 是来自于真相时刻的女孩 而是把她称为真相时刻的妓女 路斯的母亲说啊 他们在我的心里杀了我 而现在故事就彻底反转了 路斯不再是一个 在这庞大首都偏远地区 失踪了的 无人问津的年轻女子了 路斯的父母也再不用去电视台 寻求帮助了 相反 立马的每家电视台 都派出了制片人和摄影师 来到了路斯的家里 无论路斯的父母走到哪里 这帮人都会紧随其后 他们对路斯家附近的这整片区域 都进行了长时间拍摄 他们以路斯家为核心 就展开了如火如荼的 寻找路斯的调查工作 更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寻找路斯的激烈竞争啊 因为每个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啊 都在竭尽所能的去获取独家报道 可是不得不说啊 路斯最终被找到 也是多亏了这些辛勤劳动的记者们 这一时之间啊 立马的每个新闻节目 都在播出有关路斯的故事 路斯的父亲说啊 他们一直都在这里 他们甚至睡在这里 他们不会丢下我们不管了 听到这里不知道 你有没有察觉到 路斯的父母仿佛 一直都有着某种弱者的心理 那么现在 他们坐着电视台提供的汽车 有电视台摄影师拍摄 他们去了妇女事务所 警察总部 医院 太平间 他们甚至敲开了 立马市中心总统府的大门 公平的说啊 如果没有电视台的帮助 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么接下来 路斯的父母就开始接到各种可怕的电话 有说知道路斯消息企图勒索的 有人声称他们掌握了线索 但需要钱来调查的等等 可直到路斯失踪的一周以后 也没有任何进展 可是大家都知道 布莱恩是最后一个跟路斯交谈的人 那么在多方的压力之下 终于在9月22号上午 他接受了亚视记者的访问 当被问到 那天晚上你是否见过路斯的时候 布莱恩说他不记得了 因为他喝醉了 记者追问他 但是你的良心是干净的吗 布莱恩说 是的 同一天下午 也就是路斯失踪的11天后 电视台第9频道 在一块属于布莱恩的叔叔 雷迪的土地上 发现了被新鲜混凝土覆盖着的一眼井 在那下面有一具女尸 他们怀疑 躺在那下面的就是路斯 接着所有人都赶到了现场 最后确认 井底那具已经开始腐坏的尸体 正是路斯 当天晚上 毕鲁的电视观众们 就看到了布莱恩 被警察戴着手铐抓走的画面 路斯之死就成为 秘鲁各频道晚间的头条新闻 但是除了拉丁频率 因为那天是星期六 拉丁频率正在继续播放着 他们的定期节目 真相时刻 话说被抓住的布莱恩 语气坚定地向调查人员 讲述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故事 他说那天晚上 在路斯要离开大学的时候 他给他打了电话 他们约好在桥边见面 见面以后 路斯就上了他的摩托车 他们又去喝了一点酒 然后一起来到了布莱恩珠的房子里 他们又喝了一瓶价值三美元的红酒 最后上楼 发生了关系 然后开始打架 路斯对他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一个可怜的摩托计程车司机交往 就在那时 布莱恩就掐住了他的喉咙 他起初以为他被掐昏了 最后他发现路斯已经没有心跳了 所以接下来到底是激情犯罪 还是有预谋的杀人 就成为了这起案件的核心 而布莱恩的律师拉莫斯 却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他说布莱恩早就已经在羞耻的压力之下崩溃了 这起案件应该直接追溯到真相时刻这档节目 那天的节目如果没有布莱恩的参加 就不可能存在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戴着绿帽子的人坐在那 他叫布莱恩也好 他叫张三李四也罢 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在路斯谎言底下的受害者而已 因为只有这样 这期节目才会好看 才会产生轰动效应 才能拿下收视冠军 所以这种节目看似参赛者是主角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节目的主题 一个能引起人极大兴趣的主题 这个节目最险恶的地方就在于 他潜在的利益是说实话 他顶着诚实的名义 没有人反对诚实是道德的 可是如果是针对家庭的主题 那参赛者无论诚实与否都不重要了 因为当他决定参赛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同时决定 把自己的亲人和爱人都给出卖了 所以对于路斯这期节目来说 如果没有布莱恩的加入 路斯都不可能当选为参赛者 那么这个节目叫做真相时刻 可是他本身的真实度又有多少呢 而布莱恩真像他律师所说的那么无辜吗 那么主持人贝托在这里面 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那么在几个小时之内 这个故事就登上了头版头条 谋杀案的每个细节 都在电视台上一次又一次的被报道 贝托的竞争对手就看到了机会 许多人开始呼吁电视台取消他的节目 还有当地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费尔南多 他就把路斯之死描述为 一起非同寻常的电视杀戮案例 并呼吁电视广告商行业 应当撤回对这档节目的支持 就在路斯的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 贝托把一群朋友叫到他的公寓 他们大多是跟贝托要好的记者 和媒体资深人士 他们就一起讨论该怎么解决 眼下这个棘手的问题 有人建议让贝托和他的制作团队 前往路斯家表示哀悼 最后这个建议被否决了 因为贝托担心自己的安全 他认为路斯的家人可能会攻击他 所以贝托在第二天 在他的早间新闻节目中 才对此事发表了评论 他独自坐在办公桌前 穿着一袭黑色 向路斯的家人表示了哀悼 然后他开始回击批评者 他说啊 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但当被问到 如果路斯没有出现在他的节目中 他是否认为路斯还活着的时候 贝托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然 接着他又继续说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会活着 也许他会以其他方式死去 在审判开始的前几天 布莱恩的律师向媒体宣读了一封 来自于布莱恩的信 布莱恩在信中先是恳求路斯父母的原谅 接着说 我想面对贝托先生摘下他的面具 让人们能够了解到 他在面对他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伤害以后 所采取的操纵和轻浮的态度 最后 布莱恩的律师请求传唤贝托作证 于是2014年1月21号 秘鲁最著名的电视记者出现在了 位于立马郊区的 秘鲁最大监狱内的法庭上 布莱恩指控贝托 他说真相时刻这档节目本身就是假的 贝托为了吸引观众亲自导演了这场戏 他说为了让他保持沉默 配合那档节目的特殊效果 贝托以会给布莱恩一份轻松又体面的工作 来诱惑他 贝托说 这份工作你所要做的就是给我拿水而已 当然贝托后来食言了 他根本没给布莱恩提供任何工作 面对当面的指控 贝托摆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否认了这一切 结束后 贝托还指出 布莱恩所委托的这位律师 曾是另一位著名杀人犯的律师 他们之前早就因为那起案件结仇 他还说 他就是想利用路斯的案子来报复我 言外之意是说 是律师叫说着布莱恩 讲述了一个诬陷他的故事 那么不出意外的 布莱恩的公诉 绝大多数都被认定是虚假的 警方后来又找到了一名目击证人 他说 路斯失踪的那天晚上 布莱恩给了他五十所尔 让他看着路斯 何时下车 目击证人又说他亲眼看到布莱恩和另一名男子 强迫着路斯上了他的摩托车 而这名男子就是发现路斯尸体的那块地产的所有者 布莱恩的叔叔雷迪 2014年2月27号 法官宣布布莱恩犯有谋杀罪 他的叔叔雷迪被认定为同谋 犯罪动机是抢劫 他们试图得到路斯的银行密码 因为他们想要他从真相时刻那里获得的全部奖金 最后这两个人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判刑当天路斯的家人都出庭了 路斯的母亲告诉媒体说 正义得到了伸张 再后来上映的第二季真相时刻 全部改用名人参赛者 都是那些习惯和媒体打交道的人 这档节目依然很受欢迎 拉丁频率的一位高层人士表示 节目做这样的变动 就是对路斯谋杀案的直接回应 但是被托倒是否认了这一点 他说这个节目是娱乐性的 我不会忽视这一点 我们需要故事够有趣 人们爱看的参赛者 再后来据说是因为毕鲁的很多民众 为布莱恩鸣不平 觉得量刑过重 于是在2021年的时候 法庭重新改判布莱恩 为有期徒刑33年 那么布莱恩是在2012年参加的节目 当时他才20岁 33年以后他就已经53岁了 这整件事让我想到毕鲁的一堵墙 它在首都存在了将近40年 这道墙被称为毕鲁之尺 这堵墙有10英尺高 顶上装着铁丝网 绵延超过10公里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它建于上世纪80年代 毕鲁政府曾经为它专门发表过声明 说这堵墙是为了保护首都立马的安全 可真相是这堵墙是为了防止穷人去富人区偷东西 因为这堵墙它把立马隔绝成为一个富人区和一个穷人区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墙内的人富得流油 墙外的人是这个城市最穷的人 是每天都要考虑生存问题的人 毕鲁的贫富差距很大 只占全国人口1%的富人们 占着毕鲁50%的土地 剩下的那50%的土地 生活着占全国人口99%的平民 虽然这堵墙在2023年被塞了 可是还有一堵更高更长又无形的墙是难以拆除的 发生在路斯身前身后的这整件事 都让我们看到了这堵墙的厉害 那么最后交代一下 真相时刻这档节目被很多国家抵制和禁播 美国版真相时刻也仅在2008年1月到2009年8月播出过 看到这里真心感谢您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